大家好,現在就來到動漫電環通大賽遊戲組的時間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蠢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Trishter 都習慣心想 相信大家一下有沒有信心 有 非常好,那時不宜遲就讓我們開始說明規則 沒錯,說明一下遊戲規則 首先大家應該都有檢查過手邊有三張號碼牌 跟三張嘉蜜菇 那,都沒有重複的 大家看一下手上的牌子跟嘉蜜菇有沒有重複的 如果有重複的就請交給身邊的工作人員 是,接下來其實是嘉蜜菇的規則 包含三張嘉蜜菇其實你自己本人在內 總共有四條命 那當你答錯的時候呢 我考面的裁判所會收走你一張嘉蜜菇 三張嘉蜜菇都沒有的時候就是你自己這條命 你再錯,你就要出局 是的,所以規則就是很簡單 如果錯的話就請把你身上的嘉蜜菇交給你身邊的工作人員 好,大家都清楚規則了嗎 好,大家加油 好,指示一下,我們大家會有一個辦理 那我們念完題目之後呢 我們會請大家,先請大家請準備 然後接下來會請大家請舉牌 那時候呢,請把仔細運作認為是正確的答案 舉高高,舉高過頭 然後呢,那我們公布正確解答之後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正確的 那我們會說請放下 再把你手中的牌子放下 那錯誤的呢,就要等我們工作人員來把你的牌子收走 沒錯,好,大家應該都沒有問題了吧 那我們就馬上來進行我們的代表一題 好,動漫電玩通遊戲組發力 大家先讓大家練習一下 不用緊張,這還不是正式的開始 好,題目請下 請問,玩家在遊戲中付費的行為通稱為 選項1 課賓 選項2 課稅 選項3 課金 哇,真的是非常難 你肢體好難喔 大家題目都看清楚了嗎 好,請準備 請舉牌 哦 哦,有人選2跟選1的 選2跟3 就想要回答5 選項只有3的 好,提醒各位就是不能夠同性子複數的牌子 沒錯,好,那舉錯的話 那動作人員會把你的嘉明菇收走 好,現在請放下 好,對,可以看 對,我們其實有答案 來,答案我們看一下 答案請下 答案就是3 正確答案3 就是課金 那其實課金就是日文漢子的付費購買 9296月9日 外來公安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進入第一題了 好,那我們來看第一題 請問 下鍊哪個名稱是現在Pokemon Pokemon Star 在台灣的正式觀光移民呢 由8友YAH7719547提供 選項1 選項1 口袋妖怪 選項2 精靈寶可夢 選項3 寵物小精靈 對,大家想一下喔 好,請準備 請舉牌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好,答案就是2 精靈寶可夢 大家都沒有錯誤 對,大家都很棒喔 OK,好,請放下 好的,那看來全員通過 我們就馬上進入到第二題 第二題題目請下 今年引發台灣玩家廣大關注與討論 同時改編成外傳小說 並且宣布將拍成定的國產遊戲是 選項1 反家 選項2 反家 選項3 反家 好了 好 這才第二題我就不提示了 好 好 好 準備 請舉牌 喔 竟然有人回答不一樣的 對,好 請下答案 答案就是3 反下 對,答案就是3 答錯,請繼續舉著 好 因為這個 這團遊戲其實是 他的 他一起蠻多話題 最近也有要公示看看 沒錯 對 好 好 那麼我們第三題 第三題 請問 天天都是未取在台灣正式上市的一期是 選項1 2017年1月13日 選項2 2017年3月3日 選項3 2017年12月1日 這一題要提示嗎 我想應該不用吧 好 那麼各位請準備 請舉牌 喔 喔 欸 欸 答案好像似乎非常多分齊 欸 好的,大家舉好喔 舉好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確解答是 答案是 3 2017年12月1日 是台灣的正確發生日喔 沒錯,那答錯的請把 繼續舉著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這三個日期好了 至少年20 選項1 1月13日是他透過直播正式分布主席相機的日期 然後選項2 3月3日去日本的發售日 沒錯 所以台灣的發售日是 剛好就是這個月的1號 欸 好的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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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幫忙阿滴先放上圖片喔 好 既然有圖片的話 相信大家應該不會準備好 沒錯 好 準備 請舉牌 喔喔喔喔喔喔 還是有關係的 對 好我們看一下答案 是 正確答案就是 120 古包保護傘 那正確的可以把你的答案放下來 沒錯 這個很明顯 剛才 對 裁判手稍微舉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第5題了 請下題目 曾經推出Ingress的Pokémon GO的Niantic下一款宣布開發的AR遊戲是 選項1 Harry Potter GO 選項2 Harry Potter Wizard Unite 選項3 Harry Potter The First Child 其實就是Pokémon GO那一家開發的啦 沒錯 有沒有很明顯 大家你們要問Discord嗎 沒有全部都是Harlymon 好你們知不知道副表 對 對 好大家嘗一下喔 請整備 好 請舉牌 喔 哇 這一句好上 這實際上還蠻有間別度的樣子 對 沒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正確答案就是 Harry Potter Wizard Unite 這是意思啊 我們是戰役或是同胸這樣 那解釋一下答案 第一題就是 就普遍共共 那那個 第三個選項其實是哈利波特的第8集 就是舞台劇出劇本書的被詛咒的孩子 對 那正確的大家可以把孩子放下來 大錯誤的姑娘稍微等一下收一下孩子喔 對 其實我還蠻期待這一款的 因為其實不知道到底它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只是抓寶、抓妖還是 抓妙 抓妙 對 好的那我再看一下下一題 好 那麼第六題 請問線上遊戲上古世紀 是由哪一款經典遊戲支付領具所開發的呢 選項一 天堂支付宋在京 選項二 仙境傳說支付金絕歸 選項三 仙劍池俠傳支付搖撞獻 這一題應該很明顯了吧 是 對 大家想想看那個風格 對 應該就可以推論出是誰 沒錯 雖然都是一堆人民 對 那 請準備 請進去 來 喔 喔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確點 到底是 答案是 依上古世紀 是由天堂支付宋在京所應舉開發的喔 選三的 選三的 其實是不像上古世紀 選三的 就是 欸 欸 欸 好 那 答對的可以放下來囉 好 那我們就進行第七題 選的題目 麻煩請問Steam 是由哪家公司推出的數位遊戲發行平台 而這一題呢 是由 Bio Kenny03211提供 大家想一下 好不好 選項1 VOLF 選項2 SIE 那SIE就是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選項3 Ubisoft 因為公司理由 是公司理程前 比較明顯 那 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我們剛剛給大家的心意說 的心意不動 等一下我們說請準備到 請舉牌的時候 請大家快速把你手中的牌子舉起來 就是請準備的時候 一定要想好答案 請舉牌就會舉起來囉 不然如果 也時間過了一點久 會不會慢慢判斷 好 那 請準備 請舉牌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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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對那 答對的可以放下來了 答對的可以放下來了 那 沒錯那Styn這個平台 他其實非常的厲害 那他截至今年2017為止呢 就是今年而已 有超過6000款的遊戲上架 那從2005開始這個平台 他大概有超過了一千 一萬六千塊以上的遊戲 就是實在是非常厲害的一個遊戲發行 好的 那我們看下一題 第一題 第八題 請問 很多手機遊戲名稱會加上 M 對的M工程式值 1 Mobile 選項2 Max 選項3 Mini 好 大家 差不多說請準備 請舉牌 請舉牌 好 好 正確的解答其實是 答案就是 E Mobile 就是手機版的意思 所以大家會覺得 總共每個都在AMP 因為它就是手機版 就跟線上有些都會加online 沒錯 最近的Mobile 就是手機版越來越多 無論什麼都要買一個AMP 大家都要AMP 對 好的 下一題 第九題 微軟於今天推出的XBOX ONE 長畫版新主機的名稱是 選項1 XBOX ONE PRO 選項2 XBOX ONE PLUS 選項3 XBOX ONE 10 10 不是 X 對 好 大家應該不要選錯 不要選到別家的去好不好 OK 那我們來 準備一下 請準備 請舉牌 哇 好 那我們請看答案 答案就是 XBOX ONE X 好 大家請放一下 那XBOX ONE X 其實也在不久前才剛剛推出而已 電玩瘋也有做台上影片 歡迎大家去Youtube搜尋觀看囉 對 這個政大公司的火箱時間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四 第十題 大家要知道就是大逃殺系列的武器 下列 何者 不是大逃殺類型遊戲 不是喔 請注意 選項1 1 無限法則 選項2 X ONE Z1 殺戮之王 選項3 黑色沙漠 不是喔 請給大家 講清楚 好 那 請準備 請舉牌 喔 還不錯 好 還不錯 那讓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答案就是 舉錯不行 好來不及喔 不行喔 答案就是3 黑色沙漠 黑色沙漠 黑色沙漠就是一款 MMORPG 沒錯 對 線上多人遊戲 那其他另外兩款都是大逃殺類型 沒錯 好那我們進行第11題 題目是 BLIZARD全球首座電競館在哪裡 選項1 韓國 選項2 台灣 選項3 米國 米國 這個 大家我們是很重要的一個台灣的國家 所以我們好好想想 BLIZARD全球首座電競館在哪裡 好不好 來大家請準備 請舉牌 來 喔 喔 沒錯 提示應該很明顯吧 我剛剛提示很明顯 好去看一下 等一下就是 等一下就是 欸 Jina我們就有了 第一座在台灣 第二座在哪裡 第二座就是在美國的洛杉磯 沒錯 然後台灣這個是在 跟畫 欸 成品跟畫附近 大家其實沒事的時候可以去走走看看 好的 那我們就進行第十二營 請問 下列哪一款任天堂旗下遊戲 尚未推出手機作品 還沒喔 還沒喔 選項3 聖火翔波路 選項2 超級法力歐 選項3 薩爾達傳說 喔 大家想一下 先唱一下喔 那請準備 請舉牌 好舉好 舉好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的解答是 好 答案是薩爾達達 答案就是說 還沒 這個是那個 望遠之行的主視覺 那聖火翔波路就是 最近剛推出中的版 Fire Emblem Heroes 然後 超級法力就是 Super Mario Run 對 那我想 我還蠻能想像薩爾達 所以你說 他不要出在手機上了 反正他也還沒有說會出嗎 那我就 對 請大家期待 好 第十三題 項鍊合著 不是Nintendo Switch 所具備的功能 選項1 可拆卸控制器 選項2 語音控制 選項3 體感操作 這個應該很明顯喔 對 好 大家想一下 那請準備 請舉牌 哇 哇 不錯不錯 不錯 好 那我們請看答案 答案是 2 語音控制 目前 那請 就是正確的放下來 語音控制 大概目前是在 扛帶吧 扛帶有這個 語音控制的功能 那目前 Switch還沒有 不過他是 著重語音機感操作 是手法也可以拆卸 好 那麼接下來讓我們看第十四題 第十四題 可以問一下 好 以下為三張轉蛋師的圖片 請選出對應的遊戲組合 哇 這個有點難欸 首項1 Final Fantasy Brave Exvius 狙獵戰技必然換上場 選項2 神摩基塔倫 族律圖排貓 Project 選項3 狼帶學編偶像技 陰陽師 Cino Alice 這一題看似很難 但其實你只要玩過其中的一款 你就一定知道 你就可以用刪去吧 我本來想要牌子全部都玩 全部都交錯了 對 可是只要你玩過其中一款 你應該就知道那個是什麼 這題本大家要考慮一下 大家看一下 考慮一下 對 好 OK 請準備 請舉牌 好 請舉牌 不要動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正確答案其實是 還是就是你 OK 沒錯 那應該就不用多想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三個牌子 對 好 接著 介紹第15題 第15題 題目是Destiny Trial中 單任人物設計的是 選項1 金坑泰 選項2 金坑俊 選項3 金坑錫 好 非常好 韓國人的名字都是星際啊 都很像 都很像 那你如果這題真的是知道就知道 然後不知道就不知道 這一題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這題是還沒有不知道 沒辦法 是最後一個字不一樣而已 沒錯 那大家準備一下喔 準備 請準備 請舉牌 好 好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正確答案就是 金坑泰 好 請正確的放下錯誤 給大家收牌 金坑泰其實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插畫家 遊戲插畫家 那很多遊戲其實都是由他 執筆 已經陸續有人出場了 對 已經陸續有人出場 那我們講一下另外兩個 好 另外兩個 金坑俊 他是一個演員 然後也是一個歌手 是一個小仙容 他非常的年輕 對然後另外一個呢 金坑俊 他是韓國的作曲家 音樂製作人 據說是歷代製作費收入最高的作曲家 不錯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題 好 三題第十六題 請問一下哪個不是 大家好好看喔 這是圖片題嗎 大家好好看 選項一 請看 選項二 選項三 好 這是個圖片題 這一題誰如果答 這個數字的 就 現在出去 都看得到喔 都看得到喔 看得清楚嗎 大家猶豫一下 看一下 有一個選項千萬不能選就是了 是的 是的 好 好 那大家就請準備 請舉牌 哦 好 好 大家沒有人選 沒有人選那個數字 沒很好 好 那大家請舉好 其實這個數字還一半一半的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答案就是 答案是 三 那 解釋一下 其實一那就是戰鬥頭裡面的 把他補合 然後 二 不用多說 然後 對 三的話其實是把他補作之律裡面的角色 他是按第一十號的文化 但是 他本身這個角色 並不是把他補合補合 好的 那我們進行下一題 第十七題 下列合者是七彈大作戰 這款遊戲獨特的玩法機制 選項一 殺人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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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二 載具轟炸 跟高一一樣 對 選項三 噴漆徒弟 怎麼感覺好像和平那許多 是 對好 那大家想一下 好 請準備 請舉牌 哦 好的 那我們馬上就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就是 三 噴漆徒弟 噴漆徒弟 這就叫七彈大作戰嗎 其實名字 原本叫Skratune 然後就是我們給他一個終益名稱 可以 好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 哦其實廠商還有很多人耶 我們已經進行到這十七題了 但還是有很多人 怎麼辦 大家今天 對 來調查一下好了 現在 有人手上 還命都全滿了嗎 舉一下 有命全滿的人嗎 請舉手 哦沒有 那剩下兩張的 剩下兩張 哦不少哦 那其他人都是不是剩下一張的 剩下一張的呢 那有沒有已經 馬上要出 可能有機會出去 哦 我看一下 下一題 好 也很有可能馬上都會有機會出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 下一題 英雄聯盟2017世界大賽的冠軍隊伍為 選項1 SSG 選項2 SKT 選項3 SSW 好難哦 我個人不是很清楚 這是我個人 對 那就留給各位好 好 來請 想準備 請準備 好 請舉牌 好 好 馬上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 答案就是 1 SSG 對於這一題裡面 平常沒有在看電競的人 可能比較不了解啦 對 對 有考慮過要不要練隊伍的人 就是考慮到練隊伍的人 都不少是誰 沒錯 所以這一題相當的具有見識度 好 接下來那我們來一個輕鬆愉快的題目要來囉 輕鬆愉快的題目要來囉 沒錯 好 第十九題 請問 好 好 好 請準備 請舉牌 不錯 大家有在follow時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正確的題目 答案就是 2 連目必雪兒 沒錯 那個 最近還蠻風景的 這一句話 那個 他們還有編那個舞 沒錯 好的 那好像 戰況有點變得 稍微比較激烈了一點 應該是 就是剩下一半的機率 對 剩下一半的機率 那我們也要進入到 第20題了 第20題 Xbox One獨立遊戲 Comphead是採用什麼樣的美術風格呢 選項1 30年代卡通 選項2 8位元點準 選項3 普普藝術 呃 大家可能如果沒有再關注Comphead的人 可能不知道它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那我給大家一個提示 它是一款偏復古風的遊戲 它整個畫面非常的復古 也非常的有年代感 所以 沒有東西到 這三個都沒有 啊真的嗎 那 對 大家想一下 OK 準備硬派動作遊戲 好的 那請準備 請舉牌 好 那我們來看證據 答案就是 1 30年代卡通 30年代卡通 就是類似好像迪士尼的風格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就是非常的 30年代卡通的風格 也愛在那個 21年度 好 好吧 那我還是 既然都已經列了 我就把它列出來好了 總之呢 大家就看到答案了 國務三豬 反中反其他 另外 保送保送保送 第二題就保送大家 沒錯沒錯 對 就是一拳超人啦 好 那我們直接跳第二十二題好了 第二十二題 是我的回合 題目請下 謝謝 太空戰士 新帝國 加 崩壞 加 天堂 革命 等於 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最喜歡的遊戲是什麼 好 對 選項1 選項1 18 選項2 19 選項3 20 我覺得這一題數學要很好 是數學題 對 其實它是數學題 但是 對我覺得給大家點時間計算 對我覺得給大家點時間計算 如果你知道我最喜歡的 是什麼遊戲 再加上 其實第二個的提示 非常的明顯 是個英文 它是個英文縮寫 那再加上 最後一個 最近很紅吧 那 大家都 內心應該都已經算完了 算完了齁 好 那請準備 請舉牌 請舉牌 大家數學都非常的好 數學非常不錯 那馬上來看一下 正確解答就是 沒錯 20 是的 它就是太空戰士15 新帝國 加上崩壞3 加上天堂2 革命 最加總起來是20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題 請問 請問台灣格鬥玩家 EP在EBO2017的全皇決賽中 最後是用哪個角色打敗對手呢 選項1 草剔金 選項2 大門舞郎 選項3 二階堂紅丸 對 這題好像有點 是個知識 知識的問題 對 那大家請準備 請舉牌 喔 原來草地競好像不是很適合 對 草地競好像沒有什麼人選 好 那正確解答就是 答案是二 大橫 八 哇 好多刷掉一波耶 謝謝這些來參賽的各位玩家 謝謝 謝謝 現在感覺已經剩三分之一了吧 是 對 這一波刷掉一波 大家要考慮往前做一點了嗎 好 大家先往前做一點吧 先把前兩排 前兩排補完 如果做不下可能就做到是什麼 好 那大家都先往前做一點 讓我們感受一下那種就是 緊張刺激的東西 緊張刺激考試的感覺 就在金字塔前端的東西 好 大家會非常的興奮 OK 下一題來 題目是 FGO中大家俗稱的阿福是指 選項一 可愛的福元愛 選項二 阿斯托爾福 選項三 福爾摩斯 好 阿福 FGO中大家俗稱的阿福 這些很簡單吧 是免夫俗的專家 不是免夫俗的專家 雖然我也很希望是 對 好 那請準備 請舉牌 OK 好 馬上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 二 阿斯托爾福 這麼可愛 一定是一個男孩子 不錯 因為剛剛動漫那邊 我們在各種講過 沒錯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請問 超級瑪利歐奧德賽遊戲中 要附身敵人或其他物件 是透過什麼道具來達成的呢 選項一 香菇 選項二 浩子 選項三 五迪星 這個 什麼是這一代的新東西呢 對啊 新東西 OK 好 先準備 請舉牌 好 大家實力都很堅強耶 那我們看一下答案就是 二 阿斯托爾福 哇 大家可以抗下來 好厲害喔 好 馬上進入下一題 我們要馬上進入下一題 我們要馬上進入下一題 看哪一題可以刷掉大家最多 好 第26題 請問 下面哪一個 不是 RO仙境傳說守護永恆的愛中有出現的企業呢 選項一 武僧 選項二 機械大師 選項三 巫師 我們說的是 就是手機版不是很久以前的夢夢看的 對 那 就是最近的那一款RO仙境傳說守護永恆的愛手機遊戲這一款 沒錯 其實沒有想太多名字 然後 大 大家 請準備 請舉牌 先分齊了 選 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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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馬上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就是 二 機械大師其實是沒有多機械啦 就是有很類似的 人工生命理念技術師 但是 其他兩個有玩的應該大概都知道就是很機械的實驗生存 大家注意在局械之前 請那個 請準備的時候請確認你有拿對你的牌子 對 對 大家不要緊張好不好 不要太緊張 穩穩的拿起來就是 不錯不錯 好我們進到第27題 第27題 最近很紅的絕地求生 英文全名為 對 那個選項可以直接秀出來 直接下 直接下 因為感覺看出來會破格 對 唸出來就破格 拿起來 自己在心裡默唸三次 看哪一個比較順 欸 我們退一下 看一下 可以一下 那大家 他要看一下喔 選項三 選項三 好 不要動不要被人打出來 對對對 其實三個唸起來 對 其實唸起來就是 就差不多 沒錯 對 所以大家看清楚 雖然英文比較多一點 但是看清楚 想想他的縮寫是什麼 沒錯 好 大家應該都看清楚了吧 那大家請準備看了什麼牌子 好 請舉牌 好 馬上來看一下正確答案 答案是 答案是 答案是2 OK Player on those battlegrounds OK 好 謝謝來參加的各位玩家 好 剩下來的大家都是 金字塔頂端的人了 沒錯 我們看 什麼所有才能把他們刷掉 好 好 第二十八題 請問 請問 VR Plus宴館台灣開發條段奧馬斯 曾與哪個主題樂園合作 選項1 異大 選項2 建湖山 選項3 6 湖村 這個都很有可能欸 因為都是VR 最近非常流行的VR 然後又是主題樂園 OK 大家先準備喔 請準備 請舉牌 哇 馬上來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 一大 好 打對手可以先把牌子放下來 是的 那這一款其實他們家有非常多有趣 而且是一些恐怖的VR遊戲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體驗一下喔 好 現在可以請第二排的參賽者坐到第一排來了 再往前坐一點 現在大家都是第一排的勇士了 好 緊不緊張 緊張緊張緊張 那你們覺得今年題目還好嗎 還好 喔有人比 喔輕鬆 有人說輕鬆欸 哇 台下的觀眾覺得輕鬆還是難 大家笑而不語 我只是說是適中 啊適中 OK 那我們繼續 好 第29題 鬥爭特攻2017世界盃是由哪個國家隊伍獲得冠軍呢 感謝吧 有KKLLK741-0000提供 選項1 美國隊 選項2 加拿大隊 選項3 韓國隊 哇 如果你有在看鬥爭特攻世界盃 你會知道 Police Con前不久才就是舉辦過 看大家的表情相信應該是告訴她 大家好像有一種 猛然的感覺 猛然的就是 大家看不到她的表情 我們看的一心有趣 她就是這樣 好 請 想一下 請準備 請舉辦 請舉辦 喔 好 眾說紛紛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對 馬上來看一下答案 3 3 韓國隊 那其實 喔 刷掉一波 哇 可惜了可惜了 那 這一次鬥爭特攻2017年的世界盃是由南韓代表隊4比1擊退加拿大隊是第二次奪下的世界冠軍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請記錄第三十題 請問 國際目構最早開放捕捉的傳說寶可夢是 選項一 鳳王 選項二 若其亞 選項三 三 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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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次是最早開放捕捉的 正正的最早開放捕捉 好 大家 一起準備 請舉牌 好 稍微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 若其亞 若其亞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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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 他最早開放其實是若其亞 鳳王是最近開放才開放 那他是當初在美國舉報 國共出了一些小差錯 就為了一場 他們就說啊好 我們開放若其亞 那三秒也是立心開放 其實三秒是階段性 所以 跟若其亞同一批的 是那個啟動 然後之後才慢慢開 小便 好好變成 是的 那我們現在台下 只剩下三位觀眾 我們請這三位觀眾 到台前來 我們要做一個 舒斯豆 來請三位上台 再聽一下 大家都被閃電霧倒 大家都很愛閃電霧 閃電 閃電 好緊張喔 這一次其實 題目組的 如果你平常有在看西部文 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沒錯 因為像是動畫 浪畫的話 有時候是一些新版 其實像遊戲的話 就是還蓋過是怎樣 手機遊戲啊 加油主機遊戲啊 PC跟電競 等等 就是要涉獵非常的同 沒錯 走到現在這個舞台上 真是不容易啊 大家趕快拍拍手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現在心情如何 很緊張 現在心情如何 放棄 放棄不行 我們要加油 現在心情如何 大家都很緊張 好那我們就速速 讓大家看大家的這個命 是全部都沒有牌了嗎 你們還有 沒有加密固倫 全部都沒有牌 都沒有牌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所以下一題可能就是定身子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選一題 第三選一題 請問 薩爾達傳說 曠野之行中收入的瓷塔 數量總共有幾個 瓷塔就是那個 要有一個東西 要繼續下去解謎 這些東西 然後 選項1 72 選項2 120 選項3 900 哇這你要給提示嗎 他們都會有加密固了耶 提示我想想看 就是你覺得最 有可能 最有可能 最有可能 可是你知道 你玩到哪一個程度 會讓你覺得說 哇這個好恐怖 但是又不會覺得說 靠北搞死人 那種感覺 OK這個提示很好 這個提示很好 覺得不會覺得就是 搞死人的那個選項 對 OK好 那我們準備 好 請準備 請舉牌 喔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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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怎麼辦 我們請看一下答案好嗎 答案 答案 答案是20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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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一題 再一題 再一題 還想到會落入這個僵局 真的 我們還是要讓這堂勝利有一個結果 對 那這一堂就是 剛剛那一題就算 剛剛我們都沒看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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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好 那第三十二題 這一題也是有點難度 但是我覺得還好 WWE2K18的封面巨星誌 感謝巴友ORKWARBOSS提供 選項一 Seth Rollins 選項二 John Cena 選項三 The Rock 好 好 提示 好 提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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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被他誤導 有些人已經很有名了 所以他或許已經登上過後面了 是的 所以這個你就選 知道了 OK 好 那 請準備 請舉牌 題目 答案 答案 答案就是 沒錯 Seth Rollins 這一次 WWE2K18就是 由他來擔當封面 大家要知道 江斯娜跟 巨石場的結構已經是非常有 對 江斯娜跟The Rock 應該就是 早就已經登上封面 非常有名 好 下一題 好 看第三個 看第三個 題目是 關注大家 對於 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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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遊戲團隊的 關注 沒錯 請問 由 由巴哈胡特 2017ACC創作大賽當中獲得驚賞的是哪一款作品 選項1 我返回希望的有命信仰 選項2 及時西瓜戰 選項3 莫數 好 大家想一下 是驚賞 其實這三款作品都有得獎 但誰是驚賞呢 是的 大家想一下 有自己的答案 好 請準備 請準備 加油 請舉牌 冠軍即將出爐 1 2 3 答案都不一樣 雖有一個人是對的 好 請舉號你們的牌子 請舉號你們的牌子 謝謝 那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就是 正確答案就是 正確答案就是 莫數 冠軍出爐 他講一下 我滿懷希望的有命 信仰是同享 即時西瓜 戰勝銀賞 好 答案握手一下 握手一下 能夠活到現在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我們請 冠軍 謝謝兩位參賽者 謝謝 那我們請 冠軍請留步 來 我們訪問一下 你的心得感想 你現在的心情如何 有沒有覺得 YES 很難評論是有 就是複雜 然後又覺得開心 那最後一題 是真的會嗎 亂猜的 好 運氣成分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們就請 Sega 來為我們的 遊戲組的冠軍頒獎 好 好 謝謝 冠軍 謝謝 那我們呢 接下來的活動即將在 一三美名 也就是下午1點 開始個人組的 Cosplay大賽 那想要就是 可以關注我們的 直播頻道 然後也可以在現場 準備 看我們下一場的表演 我們等一下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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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